大家好 今天是9月24日 星期六凌晨 有两件事要说 这个是重磅 第一个 我的看法是刚刚相反 美国加息 我们地产小专家也说了 反围当然你见到 美股就倒下 一个加幅都挺大 但在我来说 我反而觉得是一件好事 待会我们进去会说 刚刚相反 人们会觉得 香港现在刚刚 超力特首 公布了0加3 反而我觉得 是一件坏事 好像不知为什么 我们是不是 我现在差不多每天 每天要看几篇 英文的评论 每天看几篇 印度也会看几篇 台湾也会看几篇 刚刚看完一篇 一篇文章 真的整个十五分钟 哇 看到睡觉 看到要先欺欺欺欺欺 老人家受不了 所以这两个消息 我的看法是刚刚是 倒转的 不过我相信很多人都会 如果你是 投资的 你现在看到李家超做这件事 你以为他真的顾着我们香港的市民吗 他怕香港赚不到钱 但是问题在我来说 刚刚相反 我觉得呢 他现在宣布零加三 基本上就是一个坏消息 而美国呢 他公布了 跟着加息一 由四分一来 反而是一个好消息 待会跟大家说一下 好了 你看过港股已经知道 因为今天呢 是吹了风的 由下午开始 就已经吹风了 但你看到恒指收呢 现在是四点十二分了 仍然是破这个万八的 仍然是破了万八点的 那现在已经是四点十三分了 恒指收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三点 再次下跌二百十四点 成交八百零八亿 那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他由下午已经吹风了 但市场就不受落 即是东营游的例外 但东营游那些呢 即是大家转身要快 因为他一标 就扯上去1.17 但大家看回 在香港无事无干的时候 其实他都是五六毫子 所以呢 即是 我又 即是我又不会说 你短炒的 但会转身 以及控制注码 即是不要做那些有杠杆 那些东营游的东营游 即是不要做那些有杠杆 那些东营游的东营游 即是鑽石九当然会下跌 那我在英文台都说了 那我们很坦白 即是很坦白 赢我又告诉你 输我又告诉你 输我又告诉你 但是问题是 很多基金是不可以的 你看到中间 那些东营游的东营游 那你见到现在 契妈又很低 因为已经输到 即是输掉底裤了 那他们那些很难说 因为他们有客 那你如果 我刚刚在英文台都说了 你见到契妈的基金 输到2018年的水平 未必一定关他事 即是譬如说 今年三四月之后 你加息的那些不关他事 因为你加息 所有人都少 但是那些投资者 不理你 那我想那些属回 都整个基金 有些要收拾的 很多是 香港很多基金要收拾的 所以你说 香港 美国 不是香港 所以你说 叫人来投资 这个时候 我觉得是 你是不是有些误会了 好像 那个 爬去二楼 那个 我们看 大家见到我没有评论 我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有个 就是 有个女孩 这样爬出去 原来就是 我见到有很多YouTuber评论 后来 今早发现 原来 他不只是 就是泰国人 他还有个男人 扮女人 笑娇死 我心想会不会是 后庭花呢 对不对 如果男人 原来不是 他好像是警方通缉 我开始就以为 周星馳那个 哎 后庭花的屎屎 哈哈哈哈 不奇怪 男人有些玩后庭花 原来就不是 原来 男扮女装 被警方追缺 当然 最后都被抓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听到有很多YouTuber评论 都很好笑 他到最后都不算是女人 笑娇死 哈哈 好了 大家 不要恶意 不是个人 纯粹大家开心一下 笑一下 大家轻松一下 看到现在香港的 情况 那么严峻 特别是商家佬 你看到司老板出来 就是开火的了 你看到司老板那些 司老板 唐英年 或者是 吴光正大老板 这些全部出来开火了 因为人家已经搞不定了 但是他现在 就是刚刚李家超做那个 公布那个 在我来说 是一个坏消息 真的 一会和大家说一下 美银就都跌了 那就去回39% 但是反围呢 你问我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虽然 可能在这几天里面是不好 但是在今年来说 不失为一件好事 那一会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封面 大家都看到 不止的 香港是金融中心 贸易 航空疏楼 地产那些 全部都是被欧美 全部剥光柱 好像下棋 剥光柱 就是逐样逐样 剥光了 只剩一只工 现在是 即是 如果大家识足企 不就只剩一只工 和一只士 然后没有召唤 慢慢被人玩 现在人家 就是这个问题 你说和欧美有什么关系 金融很明显有关系 因为这个问题 你做过金融中心 没有用的 你要别人认才行 对不对 你说你自己是金融中心 别人要来才行 对不对 别人都不来 那你说是没用的 很明显 现在新加坡就是去 别人 你看到中国 有些本来放在香港上市 都放过去新加坡 对不对 你看IPO 就知道 这些要别人认才行 你自己 自吹自泪 是没意思的 对不对 你说你自己不躺平 刚才李家超说 还说不躺平 你躺不躺平 关我什么事 对不对 就是好像刚才那个 爬下去水渠的男人 那样 然后你又戴个假发 然后扮女人 在这个欧美里说 关我什么事 你干什么 对不对 我都不跟你玩 对不对 那现在就剝你光珠 对不对 好了 贸易那些 贸易也是 贸易也是 你现在很多中转做单 都是什么单 是美国单 美国欧洲单 最后的买家 都是美国欧洲单 特别是家闻那些 美国那些单 过百万一张 欧洲那些 过百万件 大佬 欧洲那些 十几万件 叫做多 譬如你说德国那些 几十万件 叫做多 德国那些 但问题是 美国佬那些 一动 就是过百万一张 我以前做过很多张 是过百万的单 问题就是 如果美国佬不放心 不会让你做 是吧 这个就是这样 地产就真的不关人事 地产就最多 那些鬼佬不来 关于那些甲级写字楼市 或者街铺市 但你说 就是住宅的 这些就不关鬼佬事 你自己剝自己光珠 航空书楼也是 你反而现在 你公布了0加3 你今年之内还死 我告诉你 是的 一会和大家说 那别人 你看到欧洲佬和美国佬 便剝你光珠 现在是 是吧 首先取消了你的最优惠 取消了你的最优惠 就是跟着移动 在美国 在美国 美国在中国那些移动 刚才说了 就是美国的 就是那些大卡银行那些 已经说了 你如果一攻台的话 所有美国的银行 全部不同你 中国 那不同中国 就是不同香港做生意 你一攻台 你马上玩完 告诉你 是吧 刚才刚才已经说了 正式被欧洲美国 全部剝你光珠 除了 除了地产里面的住宅之外 地产里面的住宅 其实就真的不关欧美事 他又不会理你 最多 但你都不可以说 完全不关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出那些企业债 譬如你长实 新地 出那些企业债 有些美国的基金买的 你又不可以说 完全不关事 那现在人家不买 那你就全部被人剥光珠 几肉酸 很丑的嘛 你怎样跟别人斗 一无一斗 对不对 好 这个大家应该是星期五 其他的YouTuber都说了 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就跌了一级 本来就纽约 纽约就不要说了 其实纽约是比伦敦大很多 伦敦只有名字而已 其实就不太厉害 但是怎样都好 他都是第二位 那就是香港的 但现在变成了纽约 伦敦和新加坡 那大家要知道 现在新加坡的股市规模 仍然是相当小的 相当小的 就是跟香港是没得比的 但是好像有些读者说的 未必的 那当所有东西聚在那里的时候 钱而已 钱而已 对不对 你在银行一亿 和十亿都是差一个零 那他当慢慢的企业 要经过 还有问题就是 新加坡后面有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都有几千万人口 不奇怪的 马来西亚有三千多万人 所以你说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可以拉在一起 再加上越南的话 那里有不少人 那里有亿多人 大佬 不是开玩笑的 其实 还有一个就是 年轻的人多 比如你们去越南 你要看到那些人 平均是很年轻的 那些女孩很瘦 是 眼耳后鼻也挺漂亮的 其实是 不过是黑一点的 但是很瘦的 很有一条纳 他都摄得过去的 这么神怪的 是 那你英国那些 通常就肥了 是 那些就是用来 就是你那些 远一远你也看到他 因为整件的那些 就是整件顶着 我以前老板呢 去这个德国 那你见到有一个 那一个德国的女人 他一坐进车里 那一辆车 跌了半 跌了两寸 你想想他多重 他扔着脚 你都死了 我告诉你们 是啊 就是老虎 你拿着脚 老虎担上山 吃几天 就是那些 就是德国那些 但是越南那些 很瘦 那些女孩 就是很纤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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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那些很幼的那些 他都摄得过 是的 南那些也是 他穿着白色褲 因为热 特别是菲律宾那些 那些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是说 怎么说 你 纽约 伦敦 新加坡 那你香港 现在说就是第四 你如果再少的时候 其实坦白说 你现在 你不要说 就是不要说 中概股 我想其实 迟些中概股 都不来香港上市 他可能摆过去新加坡 那你哪些人认购呢 其实 你认购额高 又是美国佬 对不对 又是美国基金 又是欧洲基金 玩的 你去去都那些 那就是 人家要承认才行 他不承认 他不认购你的IPO 你自己说自己是金融中心 是没意思的 那就是说 在新加坡来说 人家是有应受性的 有应受性的 你不要管他的波子是怎样 或者他没有言论之后 那第一件事 人家把钱放进去 是放心的 就是说 我把钱放进去新加坡 那第一件事 你的货币是正正常上的 第二 你不讲政治 第三件事 就是跟法规 我能放钱进来 我能拿钱走 那这件事其实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 那你香港现在是没有了这件事 你香港现在没有了这件事 是最糟糕的 所以你现在就扭轮升 但是遲些可能你港没有了 他现在是第四位 即是跌了一级 好了 这个就更加突显了 中美的斗争 基本上已经有了香港 所以我刚才再说一次 刚才那个 就是美国就说 如果 如果 中国 是武力犯台的话 美国的所有银行 会跟 美国的指示 撤出中国 那我相信 都会同时撤出香港 这个机会是很高的 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所以如果中国一旧台湾的话 香港都死了 基本上 没办法了 就是我们自己自求多福 因为你看到现在的螢光幕 就是刚刚 就是我在 星期四下午看到的 美国的外科学院 美国的外科学院 FDA认证是很重要的 你没有FDA认证 你走不了远路 那别人 那别人 为何 他 会马上恢复回到你 Member的身份 另外一个 哪一个 是美国外科学院的 Member 就是盧崇茂 盧崇茂 就是还在了解中 那没有的 一定的 你是中国公民的话 他一定会踢你出去 现在是 即是你说FDA认证 是否厉害呢 就是这么简单 你FDA认证 除了你中国之外 全世界都走得通 你走到全世界 基本上都走得通 你欧盟认证 全世界都走得通 就是这样 好 那就是第一个 就是第一个担心 李家超 在今天下午三点半 开会就已经说了 就说 下星期一起 现在香港好像是五千多宗 我都已经不留意 基本上 留意来干什么 我记得是看过五千多宗 即是在星期四的时候 就公布了四个入境的新措施 第一个就是 最简单 3加4 改为0加3 不用我解释了 第二 上飞机来香港之前 原本就要用这个 48小时的核酸证明 你可以用快策代替 第三 就是未打针的人 取消了登机限制 但是还有些东西 第四 就是说来港义 回港义 没有限额 内地所有人 即是所有地方都可以 这个措施的问题 其实 被他之前吹风的0加7 是放宽了 还有 本来是预算是10月 现在他就9月26日 问题就是说 李家超是不会自己做事的 大家要知道 现在在特区政府 或者大机构里面 每个办公室里面 都有个党位 共产党是这样的 他每个办公室都有个党位 所以其实是他党位 叫他做事 他就做事 你用把枪抵着他都没用 因为是个党位 或者微信 叫他做事 他才会做事 如果不是的话 他不会做事 亦都不能够做事 大家要知道 第一件事 0加3 其实 如果是活动的话 即是吸引到外地的外国人来香港的话 基本上 这个砧码就做了 对吧 如果0加3 是活动的话 渣码都做了 即是说不行 即是说 田总他应该会知道 或者问个人 喂 0加3 人家都不来 这意思而已 只不过一件事 就是说香港出去的人 会好了 因为回来 就不用住这个检疫酒店 那三日黄马就算了吧 最好就是刚刚选择星期六日 那就好了 那这个 始终一件事 对香港人出外 这个旅游公司 或者航空公司 都叫做好了 但是不会好得多 第一个 第二个 你说上机前做快策 我觉得是可以的 上机前做快策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 就说 在这个 机场要做这个核酸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因为你一次过而已 你无论上 就是下了香港飞机之后 做一次核酸 或者是上机之前 24小时要做快策 我想他们都没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不大 第三个就是 取消未打针的人的登机 但是 香港居民如果没有打针的话 在香港要经过一个既定程序 原有的程序 才得到疫苗通行证 他就是这样的 如果外国人的话 你第三天 都没有东西的话 他就会发一个蓝色的 就是疫苗通行证的蓝牌给你 这个蓝牌好像是半年有效的 对不对 但是问题 很明显一件事 就是对我们 这些在香港境内 不打针的便不公平 对不对 我也阴性 我也阴性 为什么他有一个蓝牌 我没有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0加3 有没有人来呢 如果根据驾马 就没有了 他来的驾马都做了 对不对 差了两天而已 好了 来港义 回港义 不设限额 这个我们不理他 对不对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要他来香港打针 他都未必来的 因为现在他来港义 回港义 是要国内的人打针 即是回港的人要打针 如果国内 回来香港的人 他本身就打了 大部分 好了 但如果国内那些权贵 他没有打针 他都不会打的 他要么就硬过 要么就不来 好了 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会觉得担心呢 因为如果你现在做了这个措施 即是说你10月11月不会再做 对不对 即是说你10月11月不会再做 对不对 正常来说 除非完全没有效 或者是 即是国家有些 在这个二十大之后 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就是说你10月11月是不会再做的 你说12月会不会做 我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呢 他分分钟怕12月 喂 你这个圣诞节 然后一月头又是新年 怕你聚集 可能一月中才会再放宽 林郑最流行的 所以你问我 这个我觉得是坏消息 因为你这个 就是所谓到喉不到费的防疫政策 是对于吸引外国人来 即是什么都好 其实没有什么作用 你有个零加三 三来干嘛 别人呢 很多那些 banker来 哪有三 他即日来回 很多 不出奇的 即是今天下午来 开完国会 晚上就离开了 我还跟你零加三 那我去哪里吃饭 回酒店吃饭 对不对 三是很多 其实他应该是零加零 你零加零 就行了 快测他们反为5米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零加零 你说现在他改了做零加三 多久才会零加零 那还有一样东西 即是你那个通街都戴着口罩 感官都不好 对不对 这个是真的 对不对 那还有一样东西 即是你看到一样东西 香港的疫苗通行症 安心出行 我相信他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他都不会折消 我说的 很明显 你看到 因为香港的疫苗通行症 和安心出行 是限制香港的市民活动的 你想想一样东西 外来的人 为什么有个南马 香港人不行 我也是阴性 所以香港的疫苗通行症 和安心出行 我相信还会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擺明就是限制香港市民活动 我给你一个红马 那便收你工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已经练了自己的剪头发 外卖那些 不怕你 告诉你 所以这个我觉得 你见到股市 为什么一直还跌 没有但是这个原因 就是 基本上你现在做的话 即是你10月 11月 甚至是10月 你都不会转0加0 那便下跌了 我们现在出了 那我们再看看 譬如说 施老板 或者是 吴光正 或者是 唐糖 或者其他 譬如王杰隆 那些 有什么说便知道 是吧 好了 有说 刚才我们说了 基本上你0加3 香港人去特别日本旅游 就更加会旺些 有些去日本 有些去泰国 那变成了人家便旺 是的 人家便旺 香港旅游也好些 好些 但是你说好好便不能说 但是怎样都好 就是好些都好过没有 是吧 但是对于香港 譬如说 零售 对于香港饮食 其他那些 基本上是 没什么帮助 我觉得是 好了 那我们说回 美国加息 回应先 美国加息 其实不止说 南韩还 基本上 英伦也要跟着加息 但是英国是静默点 加息之余 立即减持国债 让外面的流动性更好 那瑞士加息 印尼也加息 好了 那我为什么会说 美国今次加息是好事呢 因为它说了今年 九月之后的路线图 你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12月通常都不会加息 那如果今年还加一 又四分一来 正常就四分三来 接着就半来 那当然不知哪个先后 在十月和十一月 那问题就好了 为什么呢 它现在就反映了 当然 到当时加息的时候 市场都会跳一跳 或者很多人说很多不同的东西 whatever 但问题 你心里面有个底 就是说可能跌了今天 再下个星期一两天 可能它就反映了 今年的加息因素 那对今年的股票市场是好很多的 那你明年就是明年的事 明年才算 对不对 即是你过了这个圣诞 看回普京又怎么样 接着那个Christmas又怎么样 通胀又怎么样 那时候再看 但是对于今年来说 你有个路线图是差很远的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没有路线图了 你现在李家超一说了0加3 人家就已经预先知道 哦 即是你十月十一月不会动 最少 那你十二月说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市场继续跌尾 就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正常 你现在0加0的话 那市场继续跌尾 那市场继续跌尾 你看到它继续跌尾 也没继续跌尾 趋近0加7 0加3 那市场继续跌尾 对不对 好了 那就 很厉害 那美金的定存突破了4厘 长息4.3厘 高过那个银债 所以之前叫大家 就是买定期美金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就听到Doctor说 当然买金啦 因为 就是美国可能会输 那算了吧 算了吧 不要说这些东西 大家都知道 根本上美国一定赢 你怎样跟我打 俄罗斯和中国 你怎样跟我打 你找什么跟我打 算了吧 这些东西 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没所谓 但大家都知道 这些根本是不能打的东西 香港也是3厘7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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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问题是 你定存好过 其实 你定存好过 什么责任都不用 最多拿出来是佛息 就是没有了个息 就是这么多了 但是问题就是 你买那些银债 也怕上下下来 就知道 金钱好像是三厘多 现在他美金长息 是4厘3厘 就是港元也是3厘7厘 那这个又是流的 美银通脏可能需要十年 应该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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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银讲了 他说 团柱局的强硬立场 即加息 估计就会去到明年的第二季 接着就有可能会减息 这些我通常都不评论 因为你还有半年的东西鬼知 你想想一样东西 如果中国换了人的 没有了这个封城 接着普京倒下 可能两回事 不知道 这个世界很难说 但是一样东西,如果俄罗斯瓦解了的话 那又大件事 不出奇的,所以我不评论这些 看下去 但是今年来说,美国的路线图就定了 除非有很特殊的东西出现 譬如普京用核武之类就没得说 这个大家有图看 拜登老爷演讲完之后 他演讲的时候是正常的 但是他下台走的时候 突然间你看到他好像 好像突然间 怎么说呢,断了片 你看到他 就是走前走后 走下,又怕站不稳 看来看去都口窒窒 有人叫他,他都口窒窒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假 他似什么呢 就是未吃药 可能他有一些老人痴呆,所以要吃药 所以你看到他之前都突然间说 下一届总统他算不算 是不是争取连任都言之过早 坦白说他80岁年纪都大了 其实 你当他真也好,假扮也好 80岁年纪都大了 真的吗? 你特别是 你现在做美国总统 不是坐在那里签名的 你真是四位去游说 坐飞机 你80岁年纪都很厉害 70岁年纪都很厉害 Pelosi有没有80岁年纪? 我询一询 有啊,Pelosi都82 你想想你80多岁年纪 你虽然坐军机而已 你在美国 飞过来台湾 你看看飞很远啊 都很辛苦的 我看见他可能身体有些比较差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假扮 我不敢说 但是问题是 他不选都是正常的 因为年纪实在太大了 80岁年纪 他如果连任 他现在做了差不多两年了 未够两年了 即是一年半左右 你过多两年半 他下一任就84岁年纪 八十四年纪很大了 那小子 那小小说回苏宁 苏宁其实现在中国所有企业 大部分都没有副好肉 你看到苏宁那些 之前都传过了 在北京 就被一家中小美企拖 那别人入贫呢 就说要强制苏宁退市 就是白点说句 就是输他 那之前就是习主席的时候 就全部都不能够成案的 那现在你一强上了就不是了 你一强上了就 就是你得就得 不得就跟回法律程序 苏宁以后暂时未回应 那另外 就是中国有其他网民就很精灵 那你说到房地产没问题 又说复工之类 很简单 最简单就是看看房地产 有没有其他配套措施的 就是譬如说你真是建了一间屋 交楼的那些人入企的 那你一定要买必需品的 家具呀 窗帘呀 灯呀 家电呀 所有其他东西 那你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如果跟回网上政府的公布 根本上全部跌到价格的 哪里有新居入企的呢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家具与居家摆设店 8月销售较一年前下滑1.6% 电子产品下滑5.7% 近几个月家具业不断财减人力 哪里有新居入企的呢 这些就骗你了 你中国最简单 你看那些开工呀 你就看用电数就知道 中国最简单的 你看用电量就知道 即是工业的用电量 你一看就知道市场是否旺 所以这些全部骗人的 你如果真的有新居入企的话 怎会不买这些配套的东西 是吧 这个呢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Fact就公布这个 坦白说一句 他今次美元加息 你把所有的钱 全部拉进去美国 其实美国都要处理的 因为你太多钱 存在了 是有些问题的 大家想想一件事 英镑又低 菲律宾又低 台币又低 人仔就不关事 人仔他还要减息 基本上 他也不关事 他主要就是 没有人买东西 便宜些卖给你 欧元和新兴市场 货币都下跌 所以问题就是 过了今年 一定是过了今年 美国都要想 我购买那么多美金 我做什么呢 如果我太多美金 购买在那里的时候 其实我会负 是的 是的 你输给通胀 你想想一件事 你收了所有的钱 但是你的通胀是多少 喂 你的通胀是 是百厘几息的话 那你就舍得一样 也不明白 那个购买力 所以问题 我觉得一件事 明年怎么也好 他不能够继续这样加息下去 当然他可以印银子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印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这样印呢 我印银子 就更削弱自己的购买力 虽然有人和他分担了 但你也是最弱族 对不对 另外这个 我看到很多YouTuber评论 首先 就是普京 那些核战那些 我们不说 就是发动核武那些 我们不说 第一 我不觉得普京可以发动到 如果发动到 他也能发动到 第二 就是美国佬 也未必可以给你 有了准备 你也未必可以射到核弹出来 这个我们不说 但是问题就是 你说普京要征召三十万的军人入伍呢 我的解读是这样的 第一 他实在有太多前线的兵被人俘虏了 恐怕 恐怕 俘虏的人都过四五万 恐怕有些人走了 有些人走了 你没有饭吃 他就走了 没有饭吃 你是不二之师 有些人走了去波兰 很多人走了去波兰 走了去波兰 走了去欧洲 等等 一班 投降又一班 俘虏又一班 俘虏又一班 那就没有了大部分的人 所以他就要征召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大家都有听到 整个俄罗斯里面 基本上 全部人都在讨伐普京 你发动了这样的战争 搞死了国家 在不同城市里面 全部有那些人出来做示威 他来说很简单 你把全国里面 那个年龄层的男性 全部收回来的时候 那就没有人出来示威 譬如你香港 反送中的 我们五十多岁会不会出去 出去都是站的 他就把适宜做军人的那些 全部拔出来 真正反我的势力就少了 因为问题就是 他不会多加30万人 你现在才加人 搞不搞笑点 你再打了十个月了 普京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现在打仗 不是靠人多了 哥仔 你救人批准就可以了 现在是说射火箭 那些 不是孔明的时代 所以我觉得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 就是补充 被人俘虏了 走了 投了航的那些 第二 就是令到国内 年青力壮的那些 被我拔了回去 他是强制的 不是自怨 是自怨鬼去吗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 当然 有可能就是说 他现在占了那些城市 你基本上你自己都不够兵 那怎么注手呢 你不能够放假人 我觉得的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你说 共产党会学在香港精兵的 我想这些 会发生的机率是 微之又微 坦白说一句 中国那么多人 那么多解放军 是不是先 找我们去都没用 手无搏鸡之力 我当你真是现在精兵想打仗 坦白说一句 你训练得来都死了 对不对 大哥的士兵 你训练得来 四五个月之后 很难说 因为普京是KB 即是KB 即是他是什么 KBG 对不对 KGB 他不是打仗的 可能他按钩钩都不出奇 但是你说如果真是打仗 你都计不了这些数据的话 那普京可以回去睡觉 真的 你粮食呀兵力呀 科技呀 所有前线的支援 一定全部计好数 如果你普京 连这些都没计到的话 那普京可以回去睡觉 好 那我们说回八月份的手机订单 其实八月份的手机订单 因为有新 即是有新机总相 有三星 然后就快有这个iPhone 基本上 整个东协地区都好 包括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东协也好 唯独哪里差呢 只有两个地方差 一道叫做大陆 一道叫做香港 只有两个地方差 六港地区因为疫情风控 限电危机和经济放缩 导致订单年减25.5 即是大陆和香港 跌幅是十三年以来最深 外销订单海外生产基地 从六港转移至东协的现象 已经很明显 就是这样 另外 我们也有提到联法科 很多台湾的厂商 是靠中国的订单 当中国一扑街的时候 他就扑街了 其实 不是说笑 当中国一扑街的时候 很多台湾现在很害怕 因为 为什么呢 他现在不是说 用一个贸易做武器 是他真的没有单 被美国佬捏到 中国的房贷利率一直下跌 因为没有人买房 首套房 九月份 跌了17个基点 二套房 跌了15个基点 平均借款期 25日 即是最多25日 我不知道这个 和上个月似的 这个是贝贺研究院出来的 所以你看到 其实在国内来说 是没有人买房的 很高的 国内的房贷利率 是六七厘息那么高的 以前是 他已经跌过 跌完再跌 跌完再跌 跌到四厘多 二套房 四厘九 首套房 四厘一五 都没有人买 我们讲这个NVIDIA 台积电 就击走了三星 就下单给这个NVIDIA 应该是NVIDIA 应该是NVIDIA 拿单给他 用了台积电 最新的晶片 大家可以看到 NVIDIA 推出一个最新的 RTX40 GPU卡系列 它就不用前一代的三星八奈米 就用台积电的四奈米 这个NVIDIA 就强调 就是我们用来打机的那些 比如MSI RTX40 这个RTX4090 是现在最快的游戏 GPU 辉达的新订单 让台积电 就打了一个强心 因为大家知道 NVIDIA 那些GPU 是很厉害的 NVIDIA 和AMD 基本上 你所有机器 都是用他们的GPU 所以你说 Samsung 不是真的那么容易 刚刚华为 就是我们做28奈米 你觉得那么容易吗 你不是做到一个 原晶或者晶片 你还有一个软件 大佬 你的软件 硬件 全部要配合 是很困难的 可以 十年时间 短时间 其实是做不到的 你看到 为什么 这个NVIDIA 要找台积电 因为你要增加 那个显示功能 又要快 Samsung 也有的 Samsung 好像也有4奈米 但是你的输出率 和你的功能率 不够台积电 做得好 问题在这里 Intel更加不用说 美国上周的新生失业救济人数 21.3万 又少了 26 24 23 22 现在21.3 又少了 中国的美国 应该说 美国的审计人员 已经在香港 我们之前报导过 审计两间公司 一间是阿里巴巴 一间是京东 另外 刚刚有消息 中国的证监会 和十个中国的财政官员 马上来香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现在 审计南方航空 和万国数据 我们有介绍过这间公司 我们看下去就知道 其实 看下去就知道 分分钟又是阻止别人 这间公司又不能问 那间公司又不能问 这个数据又不能查 这个数据又不能问 这个数据又问过我 等等 我们看下去就知道 很快就有结果 这些数据又不能说 微远的服务 这个服务 应该服务有两个 一个就是服务 一个就是服务 一个就是平板 已经已经十年了 今年踏入第十年 一样 就要下个月 即是10月12日 就会举行秋季的发布会 現在暫時沒有什麼細節,有細節就再跟大家說一下 Youtube大家都知道,Youtube有一個叫Youtube Shorts 即是說那個Youtube是很短的 大家都知道它是用來挑戰TikTok的 但它是真的很鬆鬆的 即是說現在就跟那些創作者分成 即是給你一些好處,我拿了廣告,就給你一些好處 YoutubeSorts的創作者有機會拿到45%的廣告收入 但條件高到媽媽都不認得 他說Sorts的創作者需要有1000個訂戶,沒問題 但還需要在90天內有1000萬個訂閱 1000萬個視頻 90天內,即是兩個半月內 我當你三個月 即是你每個月有300萬視頻 你想想一件事,香港有什麼可能有300萬視頻 香港每一個月哪有可能有 它不止的 它應該差不多400萬視頻 你一個月內一條短片 哪有可能有400萬視頻 是吧 有什麼可能 90天內,拿到1000萬次短片瀏覽量 美國就行,香港只有這麼少人 澳門那些不用說 美國也可以 你說歐洲也可以 很多時候 你看到外國的影片,甚至是教英文 很容易有30-40萬 香港人很少 即是香港那些沒有希望 即是香港那些沒有希望 即是不知蕭先生那些有沒有希望 他在台灣 德國佬在德國 另外,大家剛剛都聽過 我們都介紹過 歐盟罰了這個Google 罰了這個蘋果 蘋果就出招了 你歐洲放在我App Store 包括什麼呢 智利、埃及、日本、馬來西亞、巴基斯坦、波蘭、韓國、瑞典、越南 以及所有用歐元的地區 10月5日 你上架這個RS、App Store 全部加價 香港不用 香港台灣沒有 擺明是復出的 加價是多少 由9.9歐加到1.1.9歐 它的藉口說歐元跌了 實際上我猜它是復出的 最高層由999歐加到1,199歐 其實加幅也很厲害 另外,剛才我們剛剛說台灣 很多台商很依賴中國的生意 但NVIDIA那些未必 為什麼呢 NVIDIA那些 大家都知道它沒有什麼競爭 NVIDIA和AMD差不多壟斷了GPU市場 基本上沒有什麼競爭 現在美國限制NVIDIA供應給中國的AI 都是A100和H100 其他那些是可以賣給中國的 所以暫時來說 對NVIDIA的生意 應該不是太大影響 但你見到股價 那些反應就很激烈 其實坦白說過了這次 美國的加息期之後 股市就會上升 但問題就是股市上升到多少呢 就真的看你買那隻股票的能力 如果你買那隻股票上升是虛火的話 那就上不了了 如果你的股票真的每一季可以賺錢的話 股價可能比以前更高 這個就看你買那隻股票的預定 現在外面也挺大雨 但這個不要緊 這個是Rope的麥克風 它是指向性的 應該那些雨聲就不大 最尾 現在歐洲試能了一段時間 每一個星期四天工作 其實在我們差不多很多年前 都有客人說那些瑞典 已經在試那些四天工作 它就說試這個四天工作 95%的公司說沒有影響過生產力 不知道香港什麼時候跟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不要把你的薪金變了四天就行了 它扣回你一天的薪金就麻煩了 還有一件事我忘記說 就是波叔就取消樓宇的辣椒稅 你問我其實它取不取消沒有什麼影響 心理上也沒有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的樓價是下跌的 你取消了那些印花稅 雙倍印花稅 坦白說一句 你還會不會去買樓呢 因為你的樓價現在下跌的 你取消了印花稅 真的不知道 因為現在每個月下跌幾個百分比 你一年便下跌了二十幾個百分比 你取消印花稅 我也死了 其實心理上也沒有 沒有其實 即是說取消了心理上好些 沒有關係 心理上也沒有 因為你的樓價是下跌的 那你說會不會差了就不會的 即是你取消了 有些人說如果取消了更加沒有人買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政府的看法 應該就不會 即是說沒有什麼影響 你取消了它又是沒有什麼人買 樓價也是下跌 你不取消也是沒有什麼人買 樓價也是下跌 因為你的大環境不好 就是你那些拆頭做得不好 所以他取消不取消呢 其實關係不大 我自己覺得是 反正我們一層 再說多次 沒有什麼所謂 你說施老闆那些要自己想的 這些就是有錢的煩惱 真的 不出奇的 你如果有很多 有兩棟大廈那些 你現在頭都爆 你兩棟大廈那麼容易脫手 你真的脫不了手 那你就看著怎樣 看著貶值 今次的 即是我不敢說 有很多讀者問 喂 今年的樓價會跌到多少 我真的不敢說 但是問題 我只可以告訴你 香港 上一次 金融風暴 到沙士 總共是去到08年 香港的樓價才是止跌回升的 都十年 你以今次這麼嚴重的話 還有它主要靠中國的話 我可以說 你當我比較樂觀些 最基本 最低消費五年 如果正常些 即是比較貼近事實的話 五至十年 除非突然間全球的局勢 全部改變了 李克強上都不會 沒有關係 除非沒有了共產黨 那就不同了 沒有了共產黨 但是沒有了共產黨 香港不是代表香港 即是 解體 跟著自己搞 你香港如果自己搞 被那些政黨搞 你又死了 是啊 所以問題就是 我覺得五年 是最低消費來的 那你說 會不會超過十年 那是未必的 基本上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 當時 即是我們在沙士的時候 你都是三十多歲 那你四十多歲就搞定 你現在那些 我們還再頂多十年的話 那就是六張多 六十多歐 那你想想很多 香港那些 現在已經七十對那些 已經三十五對 那你叫他等多十年 到他等了二十年 你給一百億他都沒有用 其實坦白說一句 到我七十多歲的時候 你給一百億我都沒有用 對不對 所以這些其實擔心你又多餘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你其實現在最害怕 就是很有錢那些人 他走不了 他怎麼走呢 他下去層樓走 你說股票那些可以走到 但是大家知道 香港人大部分 都在那個物業那裡 我們都說過 你怎麼賣個海港城 即是譬如你司老闆的 你是不是整檔撿出去 司老闆在香港國內 有多少物業 大佬 他在國內那些沒有了 在國內那些 做防戒那些 其實國內那些已經沒有了 基本上沒有了生意 那你香港這些 你怎麼知道 那些司老闆有多少物業 你怎麼走 你又好像 你十年之後 你給一百億我都沒有用 六十幾歲 你再十年之後 給一千億我都沒有用 七十幾歲 對不對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麼我們的鑽石狗組合 那麼就去回這個 一百零七個巴仙 那麼YouTube投資筆記 九月份的收費版 那麼美股大家有興趣 可以訂閱 好 希望大家免費 裝我們的英文 YouTube財經頻道 URN STOCK MARKET WEEKLY 那麼連結就在下面 我們的網誌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那麼我已經講完聯發科的上篇 跟著會講完下篇 和這個Airbus 那麼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訂閱 我們兩類型的收費項目 那麼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回螢光幕 有我們的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現在外面 就 星期五的下午5點12分 那麼天氣就很差 一直落大雨 那麼大家 記住 留意著天氣報告 因為說 下星期 天氣就不穩定會下雨 那麼今天已經是星期六 那麼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麼今個星期的所有免費節目都做完了 多謝大家收看 那麼有突發的我們會做正經短打 那麼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